那有句话说再穷不能够穷教育 教育部长法迪纳透露 政府为赤贫家庭设立的新型学校 预计会在明年初投入运作 那政府就希望这个试点项目 能够确保贫困学生 也有机会接受良好水平的教育 法迪纳今天在击打亚罗士 打苏丹巴西亚医院 启动医院里的学校计划之后表示 教育部一直以来都在规划 如何为国内的贫困学子提供良好教育 因此教育部会尽全力确保这个项目成功落实 法迪纳指出这一所学校 是一个针对贫困儿童的试点项目 所以必须有明确的方向和机制 民主和经济事务研究中心 在今年初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家庭收入低是导致城市和乡区学省 辍学的原因之一 首相劳斗斯里安华昨天也透露 政府有意为赤贫家庭的孩子 推荐新型学校 确保他们在学业上 不会被抛在后头 本来说 Ze늘的支持 这 morals定立东西 还是房东西 位上小人会一起而读 肯定立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